朋友们啊,现在刚刚进入2023年的下半年 我们广东广州就开始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 现在跟着我的镜头看看有哪几个 这里是广州的上下九 现在我们看到一连篇写着出租转样的双铺 在前一段时间还经营得好好的 现在就像实体也好那样,实体关门转样 第二个就是地摊经济 以前这些街道很少人摆地摊的 有的也是几个上了年龄的大姨大妈 卖一些针头线脑的 但现在突然冒出很多地摊档 而摆地摊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而且这部分人很多都是兼职的 也就是说白天在公司上班 是一个白领 有些甚至是公司的CEO 但他们一到晚上下了班也不闲着 个个都来这里摆地摊 现在我们看到整条街道五花八门 卖什么东西的都有 说明经过疫情之后的年轻人 现在都懂得存钱 不像以前那样一发工资就大手大脚的 第三个就是送外卖的人越来越多 听说现在很多大学生 有些甚至是研究生学历的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也只能加入送餐行列 所以现在送外卖也不好做了 第四个就是超市 这里是天荷兰一路的天环广场 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流量比疫情期间还要差 大家都以为疫情结束之后会出现报复性消费 各类超市商店都会像以前那样人山人海 但目前这种状况却令我们大跌眼镜 第五个就是药店了 不知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无论是大街小巷 突然间冒出了很多药店 基本上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间了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懂 我估计会无愧是疫情期间那些药基本上用完了 现在需求量比较大 其次就是现在很多药店里的药品都化又医保 我这个猜测不知对不对朋友们 看了一个老板冲着工人咆哮的视频 就这个 老板不好当去的 你们知道我要保底 我问谁要保底去 这老板可能遇到困难了 对给工人开保底公司这个事 有很大的意见 我都没保底收入了 我凭什么给你保底啊 我看到这 可能又要戳很多老板的废管子了 你买厂房买机器的时候 能不能跟卖家说 我赚了钱 我就把微款给你 我赚不了钱我就不给你了 你能这么说吗 你找银行借钱的时候 你能不能跟银行说 我赚了钱我就还 我赚不了钱我就不还 你能这么跟银行说吗 你都不能这么说吧 那你怎么能跟工人这么说呢 就觉得工人能讲价后欺负是不是 工人要是能承担你这个风险 人家干嘛还出来打工啊 人家自己现在做点小生意 不比出来上工厂干活就行吗 我打工我不可能靠打工把自己干破产吧 现在你经营遇到困难了 就知道拉上工人 跟你一块扛风险了 那你们当初赚了钱 去买楼的时候考虑工人了吗 你们当年多分给工人一分钱了吗 当然了 你要是真困难 又想让工人跟您一块扛 也不是不行 有的是办法 您就坐下来 跟工人好好商量 我这厂房设备值多少钱 您这个工资值多少钱 我分给您百分之多少的股份 您看行不行 公司有什么决策 您也有投票权 这是一个合适的态度吗 你要是真能这么干 真能真金白银的给人家工人分股份 说不定能分到股份的人 人家更有干劲的呢 说不定你就成为中国的蒙德拉工合作社了呢 可你要是做不到 你就别跑销了 你还是该怎么开工资 就怎么开工资算了 再闪着自己的嘴就不好了 方向变了 存量消费时代来了 上半年报复性观点 带来第一批创业难民 裁员潮带来细轮反贫中产 超前消费 带来一大批负债的新穷人 这导致了一个严峻的后果 存量消费时代已经到来 现在大家的消费都是用了自己的存款 极少数收入增加的幸运儿 一赚到钱也存起来不敢消费 上半年全国存款就增加了20.1万亿 破了记录 存量消费时代正带来三大方面的社会变革 尤其第三点 蕴含了造福机会 一定要看完 第一个变革是零售业态发生逆转 商超迎来关店潮 仅在去年超过7400家线下门店关闭 就拿沃马来说 去年在华关店21家 实体生意真的举步维艰吗 不 沃马旗下的小型折扣电盒 汇犬超市的数量在疯狂增加 大家不是不消费了 而是更愿意选择超高性价比的商品 此外奥来这种业态 今年也火出天际 上海轻步奥来在5月打破纪录 创下了开业17年来的最好业绩 连上海的有钱人都在疯抢折扣商品 同样的现象从线下蔓延到线上 有线上奥来支撑的唯品会 前几年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冷门平台 今年却逐渐翻红 当整个电商行业几乎停止增长的时候 唯品会一季度业绩增长9% 用户数也节节攀升 背后说明了一个相同的趋势 传统商超正在消失 新型折扣电液态正在崛起 存量消费带来的第二个变革 是后现代消费主义时代以来 以前消费主义洗脑了无数年轻人 你只有消费了什么你才是什么 先量买AJ最新款奔驰翼 Gucci包包 卖得越贵反而有更大的市场 现在局势180度调转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变得理性务实 你看哪 上半年高端餐饮营业额在下滑 但是主打口味的苍蝇馆子却逆势上涨 年轻人开始去品牌化断舍离 只看重商品的极致实用价值 进入到理智的后现代消费主义时代 存量消费带来的第三大变革 是国产品牌再次已经来逆袭 新能源汽车手机协服家电 都上演着国产崛起的一幕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Top10 由九大品牌全是国产之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全面拥抱 提高性价比的国产品牌 总而言之 存量消费时代的到来 本质原因并非没钱了 而是看清了消费的本质 彻底粉碎了消费主义 迎来全新的智商升级 如果你能抓住这一轮存量消费 小周期都将在创业和职业迎来全新突破 真是令人不解啊 为什么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 老百姓却感觉收入低幸福感低呢 百度一下中国经济获取更多信息 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 五国的经济就得到迅速的发展 而且国民收入也在不断上涨 但人们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人们身上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幸福感也在逐渐降低 那么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是工资的涨幅 比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虽然现在我们的工资收入 比以前高了不少 但购买力却在下降 以前我们拿着一张百元大钞到超市消费 能够买到很多东西 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去超市 随便买点东西都下不来几百块 而且工资上涨的幅度还很小 这难免会导致人们的幸福感降低 其次缺乏安全感 在疫情发生以后 大家都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消费习惯 开始偏向于储蓄 而且和其他投资方式相比 储蓄的风险更小 万一日后出现了什么意外 也可以及时拿出钱来 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除此以外 现在人们身上的负担正在不断增加 养老房贷子女教育等等问题 都需要钱来解决 最后是工作压力太大 现在职业内卷已经成为了一种默认的行规 加班成为了普遍的现象 人们每天都忙于工作当中 很少有时间来享受生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的幸福感自然会降低 那么你觉得究竟是什么原因 才导致我国人民的幸福感不断降低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猛药也许已经翘翘出现了 你说官方在经济方面 最希望你做什么 对 就是你 今天某大银行给我打电话 说能给我贷款 年华利率远低于房贷 注意好奇 我测试了一下自己的额度 我能满贷20万 利率5.76% 之后银行马上又急切地打个电话 说提到30万 并最低做到3.4% 马上放款 这可是一家著名银行 这种闪电带其实很常见 但像现在这么着急 却很罕见 这是为啥呀 人家回答我上面任务催的 他也急呀 天下有免费的夜宵吗 我问是否做穿透式管理 回答当然了 也就是这个钱 只能用来消费 特别鼓励用来买房买车 但不能用来去还已有的房贷 果然呐 如果是你 你会贷吗 你不贷 银行如此大面积的撒网 总会有人冲动而贷 在我看来 除非你用这个3.4去置换 你之前已经超过3.4的贷款 或者一线城市 绝对买房刚需 也可以考虑啊 当然了 这种绝对买房刚需 是指你要不买房 你女朋友铁钉跳楼的那种啊 否则你不还得消费吗 是 利率给你降到3.4了 但本金加这3.4 不还是要由你去偿还吗 这件事应该不是 某一个银行的行为 它的本质依然和以前一样 就是希望百姓赶紧贷款呢 你们贷款才能救中国经济 而不是让利 也许啊 我说的是 也许啊 我们所期待的猛药 正在悄悄的给中国经济服下 只不过用的依然是以前的药房 感谢观看